一聽到有火災發生 醫護人員馬上疏散養老院的長輩 並且與新北市消防局三峽分隊配合 這場逼真的消防演練 是日前在三峽輕浮養老院的演練活動 透過實際操演 加強老人照護機構的防災措施 當遇到火災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 因為都是水平無障礙的地方 我就可以移動到280號 然後我們有一個消防閘門可以放下來 所以經過這樣一個演練 其實我們40多位的長輩 如果要疏散的話 大概是4到5分鐘 就可以安全疏散到另外一個安全的空間 一旦有火災意外 大家所想到的可能是垂直式的疏散方式 但養老院考量長者行動不便 設置橫向消防避難區 透過水平移動的方式 減少上下樓層移動 建置有效又安全的避難模式 我們特別在早上就先安排一個多小時的時段 然後針對觀念部分來做教育訓練 然後接下來我們有大概是三四十分鐘 我們就請同仁針對這個滅火器 還有消防栓怎麼操作 請每一個同仁都來演練 那我們這次演練對象也比較不一樣 因為平常我們是白天人比較充足 那我們這次是完全要求所有是上大夜班的同仁 下班之後做一個集合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大概幾個六七十位的同仁 來做這件事情的一個演練 有鑑於日前清電樂火長期照顧中心發生不幸的火災事件 擾人機構的防災措施成為社會關心的議題 養老院辦理自主消防演練 加強訓練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希望能提供長輩安心舒適的環境 中佳新聞 楊昭 陳嘉雲 三峽報導 請看